又到假日了 我們今次由福田 11號線碧頭方向 去到車工廟站 A出口 萬象天地 我們先找些食物 食店給了小禮物小朋友 食物都蠻低色 味道都ok 但性價比不高 周邊的設計非常之好 竟然有個平台花園 在商場裏面 出口了 設計仍然很特別 展望介紹一下 這裡有很多網紅打卡的地方 很有度假的感覺 這間Unical也非常特別 最近天氣都很熱 他們都有一些降溫措施 這次我們主要來的目的 是來萬象天地的Miland 聽說這間Miland 是全深圳最貴的 這間Miland 價錢都蠻嚇人的 最終我在淘寶那裡 買了一些票進去 那進去呢 要買一些防滑物仔才可以進去的 那裏面呢 的確是很大的 大概香港那些很多 但是呢 在深圳最大的Miland 是在龍華一方天地裏面的Miland 但是我相信呢 裏面的設施啊 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 其他人知道的話 都請留言 給多些資訊我啊 有機會的話 我都可以帶小朋友去其他的Miland 是 那哥哥和希望他們都非常之激動啊 他們衝了下去了 好 希望笑容很燦爛 那這裡呢 貴都是有道理的 裡面有很多職員 像這裡一樣 其實是一條滑滑梯 職員擔心滑下來的小朋友 又會弄傷希望 所以也叫希望離開 小心點 那哥哥就介紹這條滑滑梯 那他最終是沒有滑這條滑滑梯的 他選擇了滑其他的滑滑梯 但是這裡的滑滑梯 我不知道是一個設計啊 還是那些小朋友呢 穿了一些滑滑的那些物 滑的效果呢 不是那麼好 不單止這條滑滑梯滑得密 其他都是有同一個問題的 那這裡的確是呢 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但是我相信是因為現在都 暑假啦 還有也是假日啦 所以人呢相對比較多的 相信平日是沒有那麼多人的 那就可以玩得更加盡興了 那這個是透明的 所以哥哥呢 之前都不敢走進去 要看真點 那這個呢 我相信展望和希望都玩了很多轉的 的確是比較特別的 但是 我覺得可以再長一點會比較好玩的 可能他們也是以安全為主啦 這裡還有只有攀石 那邊還有很多大小的 剛剛也是一個 那邊有很多大小的 還可以進去 那邊有很多大小的 那邊還有很多大小的 那邊有很多大小的 也沒有很多大小的 很辛苦 又有農場 我覺得這個概念不錯 在室內也可以試試拿牛奶 也可以試試餵牛仔 這裏也有其他話劇和遊戲機 如果玩這個都記得 多帶一套衣服給小朋友換 他們穿了雨樓都會整濕裏面的衣服 希望用剛才人家送給他的車子玩 我們坐地鐵 用高德地圖找到最近的百合理 然後用他的QPON 叫了這個套餐 二百多元人民幣 希望仍然是很喜歡阿麻手作的飲品 阿麻手作的飲品真的比其他店 手上這一杯 和我展示給大家的一杯都很推介 也介紹一下湯品 這個湯也非常好喝 它的芋頭是很粉的 食物也很好吃 你見到希望都喝到瓶瓶有味 料也十足 這間也是推介的 大家也可以上高德地圖 下載它的QPON 又或者套餐去使用 也可以便宜一百幾十 它的皇后是非常好吃的 這間 展望和希望都很喜歡在這裡打卡 打了很多卡 分享給大家看 你看看最後連睡衣都不放過 是時候回家了 ansa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